看电影每个人喜欢不同的环境 有人是偏好这个荧幕越大越好 这样可以选择全台最大的IMAX听 最近才耗资4000万改装 如果你不喜欢太多人 也有业者打造只有4排 39个座位的迷你电影院 说票口前黑压压的人头 挤满一个又一个排队买票看电影的观众 大部分的人都为了这个 六层楼高的大荧幕挑战视觉极限 全台湾最大IMAX听11月重新改装 荧幕放音机音响喇叭耗资4000万全都换新 改装之后我们目前是全台湾唯一 可以提供双击放音的一个IMAX听 全台唯一70厘米的放音机只能在这里看到 改成两台数位放音机同时作业 就是为了让荧幕显影更加清晰 不过还是无法打满整面大荧幕 视觉死角无法克服 但别担心这些座位都没有开放 到电影院除了享受大荧幕的声光效果之外 现在电影院也吹起了小厅风 相信这一厅就只有1 2 3 4 4排 总共就只有39个座位 没听错一个TEAM只有4排39个座位 给看电影却怕有压迫感的观众新的选择 大家喜欢享受比较舒服 然后高规格的一个就是观影的感受 那相信其实只要你来体验过 你就绝对不会想要回到大厅的那个观赏的品质 灰色沙发以打造日式双物舱规格 座位高度都进行设计 不会挡到别人的视线 落地荧幕离第一排就有5 6公尺远全听 没有死掉 让观众觉得格外舒适 就是满场的话也不会有太拥挤的感觉 对 然后就如同刚刚所说的 坐起来也蛮舒服的 所以在这边欣赏电影 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有很多听可以比较多选择 不论是大萤幕的震撼感 还是小听主打舒适自在 类型迥异的影城 却刚刚好满足不同观众的电影喜好 U电TV李文浩 陈君姐 李芷萱 台北报导